在服務人員帶領下消費者開心的進入店裡準備大塊朵魚一番 看好國內消費者對牛肉的喜好程度 從基隆發跡到年底全國將賣入100家店的知名火鍋連鎖店 將旗下近期超夯 主打和牛吃到飽的鍋物料理引進創辦人的故鄉 包含29種海陸精緻肉品 加上70種以上的蔬菜火鍋料及熟食 讓基隆人不用到台北也能享受到頂級牛肉美味 其實我們展店到基隆來 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回娘家 因為其實逐漸最早就是在基隆起家的 有一個回娘家來照顧這邊鄉親的感覺 第二是我們看到近幾年市場上對於肉品 尤其是牛肉和牛的喜愛程度非常之高 我們在前陣子做了統計 其實我們一天整個集團就要吃掉4000公斤 4噸這麼多的牛肉 這還不含其他的豬肉 雞肉的部分 那因為這樣子看上和牛的商機 所以我們決定拍在這裡 對 那在桌上看到肉品的這些部分 其實我們最多可以高達29種 包含肉 然後海鮮 一共有29種商品 那這隻豬肉的部分更是高達70種以上 在種類眾多的吃到飽市場中 業者特別鎖定中高價位的族群 提供和牛無限放體的服務 讓一位疫情暫時無法出國的消費者 用不到1000元就能品嘗到豐盛和牛饗宴 那像現在看到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日本和牛 那日本和牛其實也是目前消費者 最喜歡的一款喔 原因在於它的油花分布的比較細緻比較均勻 那口感基本上就是入口即化 所以這是非常多消費者進來 會指名需要的一個肉品 其實因為現在吃到飽的餐廳非常多 那包含可能從299、399、499都有 那我們鎖定在一個比較中高價位的部分 也是因為其實大家對於日本和牛也好 澳洲和牛甚至美牛的喜好程度是逐年攀升的 那在因為這樣子的狀況之下呢 加上大家現在其實對吃喔 疫情也出不太去 在吃的這個部分又更願意花錢 和牛吃到飽 國務專賣店進駐基隆的消息一傳出 也吸引爆滿人潮搶著朝聖長鮮 消費者說這樣的價格 比到國外吃和牛便宜許多 實在很划算 想說第一次看到這裡在基隆 對啊 就來試試看這樣 和牛吃到飽會不會很吸引你這樣的價位 還滿吸引人 怎麼說 就沒有那麼貴啊 就好像平價也可以吃到和牛 這樣 還是對品牌有興趣 對 因為逐間在基隆也真的很有興趣 基本上這價位算滿親民的啦 對 因為如果是正常在國外吃和牛的話 其實價位是比較高 然後想說來嘗試看看這樣的一個口感 對 因為也知道說這好像是 基隆滿大的連鎖品牌 對 所以想說來嘗試吃吃看這樣 對於基隆店在開幕期間獲得消費者這麼大的迴響 業者也坦言有點意外 其實早在我們第一間在信義 台北信義開幕的時候 消費者對於定位這件事情的踴躍度 大概我們都是前兩週開放定位 其實基本上第一週的定位席次大概就都已經滿了 至少前一個禮拜都是滿的 那基隆的部分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這次基隆再更踴躍一點 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大概前三天定位席次就滿了 除了有豐富的肉品與海鮮 及滿滿的自助吧料裡外 消費者點套餐加99元 就可以升級為火烤兩吃 滿足您多變的味蕾 加上充滿日次風格的用餐環境 想要吃爆和牛的基隆鄉親 可千萬別錯過 記者 張啟騰 基隆報導